今天,12月14日,美國五十州的選舉人將正式投票選總統。 理論上,這應該是定案了。 但是,特朗普仍未死心,已直接入品聯邦最高法院,控告四個關鍵州違憲。 特朗普也許認為,美國最高法院九名法官有六名屬於保守派、親共和黨, 而其中三名更是特朗普親自提名,打官司打到最高法院對自己有利。 當然,估計特朗普成功翻盤的機會非常低。 但是,這項行動已足以讓投機者興風作浪。 英國、加拿大、美國皆已正式批准美國輝瑞、PFE,藥廠的COVID-19疫苗。 股市對此信息應該是興奮的。特別是傳統舊經濟股、旅遊股、地產股。 只不過,眼前的情況是疫情加劇。能不能捱過這段日子已經是一大考驗。 最大的好消息當然是英國政府已經批准匯豐控股005和渣打集團2888恢復派息。 不過,匯控股價早在這個好消息出現之前,已經回升到多個月前英國政府下令不許匯控派息前的水平。 也就是說,上週五的好消息早已預先在股價上反映了。今後匯控股價能不能再升。 則取決於匯控今後的業績。疫苗出現,市場已開始估計,最遲明年底COVID-19將成為過去。 經濟開始快速復甦,不過,暫時而言,全世界只有中國內地可以說是疫情已經全面受控。 生產全面恢復,全球的其他地方,生產停頓或半停頓,導致全球都依賴中國的產品,以解決日常生活的需要。 這使得今年11月中國外貿的出口額大幅增長21%。 基層飲食需求未受疫情影響,中國出口增加,所有的工業生產資源的需求也同時增加。 其中,最老牌,長期吸引投機者炒作的股份有染周梅葉1171,江西同0358,中國女業2600,香港特區政府也宣布採購了1500萬劑疫苗。 最快下個月就可以到港。因此,目前因疫情而遭到巨大打擊的股份都有機會快速復甦。 其中,飲食股在疫情中受到的打擊最重。疫情一旦受控,復甦也應該最快,越是基層的飲食股。 股價應該最快復甦。實際上,像大家樂0341,大快活0052,太興6811, 常高美8371這類基層的飲食場所。 僱員薪酬不高,過去兩輪政府的補就業津貼已經為這類食肆封了涉本門。大部分員工都能取足50%的薪酬津貼。 而且基層飲食的需求不會因疫情而消失。香港有太多人根本不可能回家煮食。因此,就算不許堂食,也可以外賣。 但是現匯,高級餐室就很難搞外賣。因此,只有等到疫情真正受控限聚令取消。高級餐室,現匯才能恢復。其他與疫情有巨大關係的股份就是酒店股。 澳門賭股,本地地產股,其中部分澳門賭股如銀魚0027股價早已破頂。投資者不但憧憬內地賭客來臨,更憧憬橫琴的發展。 早期銀魚在橫琴買下2平方公里的土地。這幅土地現在價值不非。